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子啊 我想要跟你说声谢谢 谢谢你 在那个时候可以握住我的手 你知道吗 那是我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次 敢正式和平她母亲 贾琪 我不配得到你的感谢 好多年了 我终于有了一个避风港 我终于可以去面对过去的难堪了 谢谢你 你可以让我抱着你大哭一场 让我好好地疗伤 你好像我的天地鱼 谢谢 贾琪 你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 虽然你嘴巴很坏 但是你心地很好 你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 就会流露出对我的关心 你总是会注意到最细微的小事 有时候你对我的了解 让我觉得很惊讶 不怕 常常我会觉得 可能我不是现在才认识你 说不定 你早就注意到我了 不要再说了 你一直默默地观察我 直到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出现了 不要再说了 你怎么了 我 我说错什么了吗 没有 我希望我有你说得这么好 我有点寇渴 帮我倒杯水好不好 好啊 你肚子饿不饿 要不要我帮你炒个饭啊 佳琪 我想没办法这样跟你在一起了 此时 我真恨不得杀了自己 不用了 晚上我约了客户要见 哦 就有我的天后 blessings 我想 我想你 好啊 好啊 我的天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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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其他的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王总 怎么 我想要退出 如孟元这个案子的负责任职务 你疯了 虽然孟总和公司 表达了不会受网络留言的影响 可是我个人觉得以后的工作 还是多少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希望王总 可以找一个适合的人选 我会做最完善的交接 我会做最完善的交接 我都不负责任职务 要 supports 我好大重任职务 我提给你 imb faç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这个报告也不是那么着急 你放着吧 我慢慢看 你回去可以准备清款了 是 谢谢孟总 静安 你是佳琪的好朋友 佳琪她最近还好吗 既然孟总都这样问了 那我也不得不说了 她当然不好了 除了自己情绪低落之外 还要面对同事的指指点点 尤其是我们那个王总 最现实了 总是拿孟总 阮总的案子要挟她 还有她一个个摆平 真够狠的 不过还好阿弥陀佛 阮总又相信她 又有孟总照着她 总算是逃过一劫了 你是说 阮症都没有受到影响 阮总的佳琪真的很好 佳琪能够碰到阮总 真的是值得了 我是个某种 大人 我认为那些人 你本来的 我认为那些人 的配置 我认为了 你也认为了 是个月 我认为那些人 那些人 是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ин上 初备 初华 初婶 小贤 我 你 你怎么跑来了 我 嘘 下面还有人家吧 小贤 小贤 你想死我了 我给你发那么多短心 你为什么不回呢 知道我这个星期 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吃不好 睡不好 小贤 我才看不见你 我都快疯了 我 我们的事 你又处理不好 长痛不如短痛 我还是 你 你真能放得下吗 咱俩多少年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根本不可能没有你啊 我 我是放不下你 可是 我 我 你 你 你 好了 办公室不安全 外面还有人哪 这样 去我那儿 我那儿安全 我那儿还有最好的红酒 和你最爱吃的巧克力 好不好 走走走 那 那 那你先到车上等我 我一会儿就来 好 好 不等你啊 走吧 快点 行啊 你 我 这人谁啊 这么晚来找女王陛下 他还在一树花呢 我看见了 我又不虾 坐视了 王总 再见 佳琪 是我 我知道啊 你有什么事吗 我在你家楼下 我想见你一面 跟你聊聊可以吗 我说过我没事了 我今天必须见你一面 要不然我是不会走的 我们不应该再见面了 而且我不在家 你快点回家吧 佳琪 我等你回来 无论如何你让我见你一面 让我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好吗 和平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如果你想对我好的话 那就请你离我远远的 这样才是对我最好的补偿 佳琪 喂 对不起 要打扰你了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还怕没人陪呢 来 吃这个 很好吃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老是这样躲下去 也不是办法 你干嘛不把他约出来 好好谈一谈呢 你知道我今天去他公司啊 他一直在问我你的事情 根本就不听我的报告 你干嘛不把他约出来 我不能再见他了 我不能再见他了 之前就不应该见他 这样下去只会让他越陷越深 那我就太对不起冬子了 这么说 你跟阮政东走在一起了 我想我终于找到我的避风港了 这阵子一来 他渐渐占据了我的心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希望我爱上他了 你就是不说 你的表情已经说得很明显了 你讲到学长的表情才明显 你现在又会嘲笑我 说到这个学长就有气 莫名其妙就是人间蒸发 还说我送一条小狗 真是忽悠我 究竟啊 你知道学长是律师吗 律师都比较理性的 所以对感情难免会比较慢热 给他一点时间 等他热起来 我都变化石了 这是 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打给冬子 他的手机不是关机就是没人接 这下你可了解相思苦了哦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 姐啊 你来了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真是的 吃巧克力吧 我先 我先走了 你给我站住 我还没弄清楚这里是怎么回事呢 小强 小曼说你在办公室里忙着加班 原来这就是你加班啊 加班加到两个人缠到一起去了 姐 都给我坐下 我们好好谈谈 小强 我先把我来这里的目的说清楚 至于你们俩的事 要看你们怎么处理我的事 姐 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我一定照办的 本来我来找你就是和大明广告有关 现在既然大明广告的负责人都在这儿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大 大姐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办呢 我就是要办尤家七 你现在马上把她给我撤离如梦园的案子 我不准这个女人再和我们家和平有任何接触机会 不 等等 大姐 你是说尤家七在做和平的项目 你这个做舅舅的 到底关心不关心你的外甥啊 我 那个阴魂不散的尤家七又回来缠上和平了 搞得绯闻照片满天飞 你怎么会不知道 我 我不是最近很忙吗 忙什么 忙着搞外遇悦啊 我 你 我的要求听明白没 明白 你们两个不要给我太过分了 给我注意点 小强 你不要以为我是你姐姐 就会包庇你的丑闻 大姐 你不要叫我大姐 赶快把我叫她 把我的事情搞定 放心吧 还有你 我相信你不是一个笨女人 自己看着办 大姐 你这就走啊 那个 这个尤家七得罪什么人不好 偏得罪你大姐 害得咱们俩都受牵连 来来 继续继续 干嘛 哎呦 哎不是 你看 哎 不是 你也走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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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回来啦 回来啦 你来啦 回来啦 你来啦 拜拜 十四重 哎呦 你还没收到 你啦 这就别人啊 你哪个人 不得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是 王总 那个 关于 如梦源的这个案子 王总 我 其实我正想向您报告 我再三考虑过关于孟总的案子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 如果说你要对我做出任何惩罚的话 我都接受 哪怕是要我离职 那倒也没那么严重 你能意识到这个案子对公司的影响 也算不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这个案子我会让周静安来处理 那 阮总和荣总那方面 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 谢谢王总 佳琪啊 你以前 跟那个孟总是不是交往过 是啊 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怎么分手的 我只是关心一下 我只是关心一下 你如果不想回答 我也不会勉强 那我先出去了 萧云这样的婆婆 估计佳琪是招架不住的 我跟萧强的事 还能走得下去吗 行 jienas 瀕子 来 坐 给你的 什么呀 打个来看看 看看喜不喜欢 哇 这么漂亮 没事送我礼物干嘛 没有啊 我就是想谢谢你 平时对我的照顾 于公于私 我都该谢谢你 只是一点心意而已 只要我能帮着上你 做这些事不是义不容辞的 我知道 你是个好人 还好吧 小灯光 看到你现在心情这么好 我就放心了 因为我知道学长很关心我啊 所以我要让你放心吧 能放心就好啊 不过阮正东那个家伙 我还真是有点放心不下 学长 学长啊 拜托你不要这样子了 你知道吗 东子真的对我很好 尤其是这段时间 我只能说 还好有他在我身边 而且学长 我真的很希望你真心地祝福我 小灯光啊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能比学长 更希望你得到幸福了 听学长 听学长这样讲 我真的好想哭 傻丫头 对了 过几天啊 我请你们俩吃个饭 我得好好地会会这个阮正东 让他知道你背后啊 有个大哥当靠山 那当然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了 只是那天他离开我家之后 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我已经两天找不到他了 什么情况 办公室你打过了吗 他没去上班啊 办公室的人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他不是有个妹妹吗 哎呀 拜托 我跟他妹妹不是很熟 这样打过去会很尴尬吧 学长 嗯 你说 是不是每一次 当我开始确认一份感情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地消失啊 呸呸呸呸呸 进来 好 江西啊 总监 谢谢您 我会利用休假的时间 好好地思考 把自己的状态 调整得最好 嗯 嗯 好 我等你回来 你的事情啊 现在台里还查不到那个疯狂粉丝的来源 留言板上的那些留言呢 也是从台里PO上去的 我想应该是我们内部人员所为啊 这件事情还需要一段时间 你正好再休假 夜室慢慢就过去了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嗯 谢谢总监 去吧 喂 喂 希子 我是佳琪 请问你有空出来跟我谈件事情吗 好 好 谢谢 谢谢 是的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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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 来 快坐 坐 来 坐 老吴啊 来 晚上收拾粥 好嘞 喝点点粥啊 暖暖身子 迈大哥 冬子 有没有跟你联系过啊 雅琪啊 不要着急 冬子不会出事的 我这个小兄弟啊 就是有个毛病 当他不想让人找到他的时候啊 谁也找不到他 我知道 其实他哪里也没有去 只是他不想见我 故意躲着不出来 那 好 他也没有去 好好嫌疑 你身体 也被担心 还是有胜尿除了 我还要去 在你身体 你们身体 有胜尿的 你身体 你身体 好像新鲜頭 你身体 也是最认真的 他这一次玩失踪啊 我看 他不像是为了要逃避你 好像是心里有什么心事 需要时间去理顺的 也许他真的是很在意过去吧 妹妹啊 冬子是会回来的 你呀 就别担心了 呵呵呵 搞什么 这么久都不更新 人间蒸发 就是嘛 你也看看大家对你的回应嘛 我们哪经得起被你掉胃口这么久啊 一晚没睡啊 还是找不到阮总 我找不到他的 他有意躲着我 怎么会这样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我太一厢情愿了 我以为人家不在意 其实人家怎么可能不在意呢 啊 你怎么这么烫啊 你发烧了啊 你发烧了啊 不行 我要带你去医院 你还需要一辆证用车 徐大律师 佳琪生病了 需要一样专用车 你来不来 怎么样的 刚刚吃完药 但是它还在发烧 很烫的 天哪 学长 你还真会照顾人呗 那呀 得开始对谁 那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换了我的花 你就要自生自灭了 不会不会 如果是你也病了 发了高烧 我也会照顾你的 不过 依据你这个体型啊 我是不会用冰袋的 我呀 会用一个特别大的冰桶 这样 比较有利于穿透 厚厚的脂肪 学长 好 嘘 好了 我们回来也差不多三十分钟了 再过三个小时 你就要从这个盒子里喂他药了 顺序我都编好了 好吗 好了 我知道了 让他好好地休息一会儿 我们先出去 走 这个阮正东啊 真是莫名其妙 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有什么话不说清楚 非得玩失踪 就知道他不靠谱 好像要玩失踪的 也不止阮正东一个人吧 你什么意思啊 学长你不也好长时间没有消息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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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忙 我每天上班上法院 我可没时间管那么多破事 佳琪说你们 你们律师都特别理性 学长 你是不是这样啊 嘘 睡觉呢 咱们说话小声点 能不理性吗 不理性怎么帮人打官司 不过生活中啊 还是得感性一点 要不人生啊 就太乏味喽 你也是这么想的呀 来 喝 喝 喝水 所以啊 我平时最大的休闲活动 就是去联谊会想交个朋友 联谊会有什么意思啊 五分钟一个 五分钟一个 头都转晕了 能找到个好的 那才叫见鬼呢 你 你也去过啊 你觉得我许时风 需要去联谊会吗 你不需要 我需要 你要是没有去过 就别废话